人民币 咱再说说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啊 兄弟姐妹们 太可怕了 我也不敢想 这个 听说啊 我是听说啊 或者说我瞎蒙吧 我蒙了 共产党的内部会议 说把人民币只要不破10 保住10 在明年 明年 明年 保住10 咱就赢了 保住10 这时候听说 这个中共啊 也就是习太阳说了 保不住10又能怎么着呢 那意思 保不住也没啥了不起 听说这句话以后 我真是后背刷一下子就发凉了 如果人民币 真的要放开突破10的话 意味着什么 兄弟姐妹们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 包括共产党在搞的人民币支付 人民币支付对美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而且人民币支付他在全世界 他想把这个人民币汇率降到10%的时候 所以对共产党来讲 这对美 美国之间 这是一场生死大战 美元升值可不是好事啊 大家记住 你以为英镑贬值 美元升值是好事吗 美国的通胀 美元的坚挺 和未来的出口贸易 美国是靠出口的 百分之六十几的高科技产业是美元 是美国人出口的 谁买他的 这是要美国命的 然后呢 这就变成了什么 通胀 通缩 智障 最主要的事情 这就是当年英镑的结果 英镑就被干掉了 美元就出来了 如果美国继续下去 若人民币抢美元 若磅 若欧元 世界经济大乱 那可了不定了 然后人民币支付 他挑战美元 那美元更麻烦了 前提最后 美国一定给老共 你死我活在干一场 老共把人民币弄到百分之十 掠夺走的是中国人的血汗 不是钱 血汗 就让你更便宜的劳动 原来你卖一个冰棍一毛钱 现在是卖十个冰棍一毛钱 对政府有利 对老百姓就是你卖掉的是血汗 你孩子出国过去人民币 是不是 五块人民币够了 现在要十块人民币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但对政府是好事啊 加大 中国出口 卖到第二级三个国家非洲去 中国人就成了给非洲 南美 东欧打工的 中午